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的法庭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由我许珊 请大家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节回来要说一件发生在2019年10月6日 这班人在湾仔那边来一场大暴动 打到瘋了 话说当时特区政府在10月宣布了要引用紧急法来实施禁蒙面法 如是者这班人就叫瘋了一样 大家都知道 因为他们要戴着珠嘴 眼罩 护目镜 头盔 或者用黑色的头套带着自己 再做其他东西 总之不要让人认得到他的样子 然后就可以做很多很多很多违法的行为 破坏社会 甚至乎无法无天 私了也好 装修也好 即是去烧了人家店 拆烂人家店 因为这样的话 就引起他们的叫做不满 哇 这就很厉害了 说明这班人已经瘋了上脑 是暴徒 如是者以为当时的逃犯修订条例 可以用一种这样的形式 某程度上令到他们成功争取得到 撤回逃犯修订条例 照版主管就来一次了 看看能不能够禁蒙面法 打到你要撤回才行 当然这班人就不要以为自己天下无敌 警方也不会说手软 也有相应的驱散行动 驱散不够的话就唯有要拘捕他们 而其中有8个男女被控暴动 还有使用蒙面物品等罪名 看到审讯来说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 在29日即是今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有个裁决 除了其中一个女被告因为未能够确定她 怎样被制服 有些少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就裁定罪名不成立 但其余7个全部都是罪成的 法官都说把案件押后去到8月16日 听完他们的求情 我也是很想知道 尤其是我们标题写着这个 案发时候只有13岁的男学生X 究竟他现在转眼间17岁 他有什么感想 所以他们7个被定罪的被告 这段时间都需要还压 即是现在开始都要进去蹲着等 看到那个审讯真的令人是吓一跳 还有我们看到这些被告来说 案发的时候都是相对地比较小 有很多都是叫做学生 16、17岁都占了5个人 其实还有一个被告 较早前就已经认了罪 在开审之前 而且也承认了一项 无牌管有无线电通讯器具罪名 回到这群人里 他们不认了 我们逐个逐个说一下 被告高嘉惠 案发的时候17岁 学生被控是暴动和蒙面罪 这群人的愚蠢之处就是 说你要冲出去抗争 要反对这个 禁蒙面法 其实这群人在背后 凉凉冷气 冷气军司 他们就在这些什么 节目 YouTube channel 或者TG 或者搞些不同的东西 或者什么文宣 还是什么 甚至乎不同的 那些什么 IG Basebook 不停推 甚至乎这些什么肥佬礼 再加上他们的媒体 这些毒果 真是毒的 你看看这些弟弟 就真是信了 这个禁蒙面法 好像很邪恶 令到他们 没有得蒙面 没有了自由 为了自由就什么都可以 但是他就叫你冲 你就没有阴功了 控方就传召在 现场拍摄到的警员作功 这位警员也说 被告当时穿着黑色衫 和透明的雨衣 不知道是否想防范到这个水炮车 因为会变成蓝精灵 也找到几个口罩 控方也说 被告就用口罩来遮住样子 让他自己方便一些 和其他的手足一起参与这个暴动 这个被告也挺搞笑的 他选择就不作功了 辩方也说证人并非当场制服 和拘捕被告的警员 而控方也没有任何关于被告被制服时的证功 所以法官也接纳辩方的说法 因为作功的警员第一眼看到被告时 已经被制服了 控方也未能掌握到 机动部队的警员 究竟是否第一个接触和制服被告的警员 如是者未能肯定被告 案发时候是否参与这个暴动 所以很惨 就裁定这个暴动和蒙面两项罪名 都是不成立 这个可谓叫做相当之幸好 也都证明到 真的 警方为什么被他们冤枉得很紧要 甚至乎整个拘捕行动 哪一个警员拘捕他 拘捕他时候是怎样 警员都要作一个证功 并非说什么脑屈 什么拘捕他生猪肉 如果真的拘捕生猪肉的话 这一单来说 这个高家卫是逃不掉的 这个要很清楚说 这些要很公平才行 这些你们就不说 当看不到 还在说很好 但实际来说 真的 他可以说叫做好赛 可能当时情况相当混乱 但没办法 这个法治精神我们一定要尊重 另一个被告叫做借子赢 案发时候22岁 他开审前承认了一项 无牌管有无线电通讯器具罪 这件事就真的逃不掉 不过他说否认控罪 就是这个暴动 他说我当天和父母和行山友去行山 所以就借了这个对港机 为什么会在那一带出现呢 他说他提早离开 他就和朋友就不走 就走了去铜锣湾的家 做蛋糕 谁知道 就被材料弄到自己骯髒 所以就换了这个黑色衣服 为什么你会有这些手套呢 因为朋友就送了一双隔热手套给他 他就可以用你 是不是拿蛋糕 即是在焗炉拿蛋糕出来隔热呢 他说之后就去到 牵尼斯道的时候就打算搭巴士回家 他说哇 在马路上那么多黑暴 好害怕 于是之后 他说自己就转了去搭小巴 搭到下小巴 突然间这个陌生人就把手套 眼罩 眼罩 口罩 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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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 咦 为什么这样的 喂 你可以不要 他说之后 还有这些黑衣人就涌过来 他说相当之害怕 他说反应不及 就顺着这些人 又向了铜锣湾方向走 担心催泪弹 刺激到皮肤会敏感 哇 好害怕 纤纤肉手 稍后敏感 红了怎么办 就趕快戴着手套 怎么知道 想着保护最漂亮的手 忽然之间被警员截停了 法官就说 这个被告就说自己化妆之后才会拍照 也说怕眼泪弹刺激皮肤 那两者是什么冲突呢 即使可以看到他相当注重自己的易用 也是很警惕的 如果你这么蛇鬼的话 又怎么会在案发的时候 接收陌生人这些贴身的用品 亦都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的 亦都没有考虑他的卫生问题 不会吧 是吧 而且被告在盘问下也承认 知道陌生人派发这些物品 通常都在示威活动里面就会用到的 如果接收了这些东西 是会招致这个嫌疑和被捕的风险的 法官也都说 那你案发的时候都在找怎样回家的交通工具 所以是会留意那个交通情况的 所以没理由你不知道 牵尼斯道那里发生暴动的 法官就认为他的解释就充满了这个叫堆砌的效果 所以就是拒绝接纳的 每个人都说自己之前说到很丰富的 然后又说回家的时候 误打误撞就会走过去 很多时候都是这么说的 这个33岁案发的时候 designer 他叫周贝加 他都选择作工的 怎么说呢 当日就参加游行 也有戴着防毒面具 手套 手袖 泳镜 由于警方就不准市民沿着牵尼斯道向金钟方便走 那算了 不准打算去回弯仔的办公室 就和他的未婚夫就回合 这位论人妻就搞笑了 他说因为有人扔杂物和开散盏 也有见到眼泪弹 所以就打了防毒面具和泳镜 当时有救护员就把他的头盔给他 他就一直沿着铜锣湾方向走 离开就算了 警员竟然冲前 用警棍打他和救护员 让他跌在地下 被截停了 救护员就放了 不知为何 很有趣 他说到为什么会戴了这个黄色头盔 他说怕警察会请他吃莲纸巾 所以法官就说 头盔不能防弹 还有头盔也不足够保护作用 加上救护员已经告诉他 但圆尼斯道的情况相当险准 不明白为什么他仍然要走到圆尼斯道 如果大家又在那一带走过 其实可以屈回到另一边 电车路那边也可以好 跟着电车路走 可能走到天乐里附近 都算是可以的 话说原来他较早前也参加过好几次游行 不是这次第一次 所以知道这些衣着的颜色容易 所以都不是很接纳他的供词 不接纳 因此变成罪成 接着这些男学生 就真是麻烦了 有时候看到这些 我也觉得很难过 为什么他们瘋成这样 话说 这个叫吴俊杰 案发的时候就16岁 过去来说 就是在案发的时候 那个阶段 都已经在学校里面 参加不同的创征 亦都有人在学校 搞一些人脸活动 所以说 他是对于社会的时事 是有所言之 再加上被捕的时候 是有戴了防毒面具 穿了黑衣 另一个比他大年纪 案发的时候 30岁左右 都是穿了黑衣 脚帽 口罩 另一个案发的时候 亦都是16岁的学生 被捕的时候 亦都手出了 士巴拿 和喷漆 这些物品 亦都可以用来 拆铁栏 用来到处暖 喷 喷什么光时 也好 事佛革命 也好 所以法官 都认为他们有备而来 所以我也不太明白 为什么他们可以 够胆死 叫做不认罪 没办法 所以为什么 这些年轻 当时学校搞什么人链 那些同学 有学 就不回 站在学校门口 就拿了这些文宣 甚至乎跪在地上 人链 甚至乎戴那些猪嘴 头盔 他们觉得这些人 做的事 是正义之举 即是觉得 他们不应该被捕 他们这么小小 在学校读书 还相信这些 是争取民主自由的表现 这些时间 真的要大大力 去谴责那些老师和学校 为什么不阻止那些学生 你这样给他们 有一个思潮 如果他们真的中了这方面的毒 是很难回头 他们瘋起来就像今次的禁蒙面法 刚才说了 其中有个小孩 他学校也有搞这些人链 他有没有去实际 参加过这些人链 不知道 但是他见到 有些同学 为了所谓的民主自由 抗争 对抗警暴 将警察描写到 好像坏人 觉得他们这些人出来很型 型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们在争取民主和自由 为了未来而战 他们觉得 没有了这些人 自己就没有未来 没有希望 所以就算有去人链也好 没有去人链也好 他们都会被这些很歪曲的 令到他们深受感动 如果这样的话 他会觉得 我也要出来一份才行 如果不是 就变成了他们是孤军作战 人链就连接了他们 连结的精神 所以他们觉得 去黑暴现场 这样做暴徒 他们觉得没问题 其实只不过人链的变咒 学校 如果你们那家学校 那么幸运 没有学生 去搞这些人链 学校方面 一定要告诉他们 这些行为 背后 那个反智 在哪里 如果没有跟他们说的话 或者说不够 或者做得不好 处理得不好 就会造成学生 那他家人都不知道去哪里 那好了 再说回 另一个 李婉营案发时候 21岁学生 他说 曾经被警员襲击他 即拘捕他的时候 令到他的头被伤了 令到他有好几秒 失去知觉 辩方说 当日附近有示威游行 不排除示威者 其实只不过是经过现场 那法官说 差不多了 意思是否让他们玩我 当时 轻尼斯道 整条路都是扔砖 扔了整条路 雜物也在马路上 BBQ 暴徒不时 三个不埋几个分钟 弄个汽油弹 警方也还他眼泪弹 那法官也说 现场的情况 和游行 简直是两件事 所以没有意图参与暴动的人 是不会走近轻尼斯道 他们是故意的 而这个十三岁的男子 当时十三岁 法官说 他一定知道 当时社会发生什么事 是什么社会环境 不会以为 只不过是叫倒露 扔汽水油弹子 你不要跟我说 这样也是奉公守法 还说他当时 已经穿了黑衣 有雷蛇笔 有士巴拿 认为他是有被疑 并非属于环皮 倒弹 惡作剧 那些 当然 他们有三个 现在是21岁以下的罪成被告 因为他们和开审前认罪的人 也是 案发时候 16岁 所以 要索取教导所的报告 他们不是去监狱 要慢慢教导一下 所以想起 这些是很悲哀的 这些 还都是这么傻的 大家记得吗 较早前 陈律师就是被他们私了 这一件事是很愚蠢的 国歌法这些 你不要去触碰他 或者不要这样去玩 去搞的话 其实理论上一般人 都不会这样搞 这样去玩 但是 你们一句就说 这些就是 损害了你们的自由 那你就要做这些事情 甚至破坏这些就是用来宣洩 就是说给政府 说给社会 我们就不满你这样做 所以我们就破坏其他人 就是损害其他人的利益 来到等 那个问题 还有那个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 就是希望那些人 就将那个火头 就烧回去特区政府身上 你们是想这样做 但是 行不行 如果去到国歌法的时候 都要做这些事情 是没有意思的 你们只会等拉 好了 希望这些 小孩 求情的时候 给到真诚的悔改 大家看看 其实你经历了移民潮这个时候 应该明白究竟发生什么事 或者那些的 鸟售散 国际线 或者近几年 究竟你做了些什么 就是不要还要相信 说现在是什么 低潮期 就是迟些会再来过 这样的 如果你要这样的话 都毫无作为的话 变成了暴徒的话 仍然不相信自己是暴徒 那你们这些真的没有得够了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不妨留言说 多谢大家 拜拜